这平思得吃茶完了 正好我家在前面啊 我去前面看一看 董事长 你这要是回家 也得换身衣服呀 你这衣服都在车上呢 我去给你拿吧 换什么衣服啊 不用了 这一身啊挺好的 这回家嘛也亲戚 你先回车上等着我 有事啊我给你打电话 行 董事长 那你慢点啊 那走了 婶儿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想 想起来来看我了 哎呀 我不是看您一个人在家里吗 乌乌丹丹的 我就来陪你说说话 行 婶儿 你要是在家闲着没事啊 你可以经常过来找我 咱们两个啊 可以一起去逛逛街 买买衣服什么的 行行行啊 哎呀月月 你说说 你的命怎么那么好呀 他让这么好一个丈夫 在外面又能挣钱 每个月都给你打好多钱 你这打这个会儿也花不完呀 我呀可给你逼不了 我陪着你抱歉还行 要给你逼着买东西啊 我可逼不了 婶儿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呀 不过 这笼笼在外面啊 确实挺能挣钱的 这每个月都给我打回来一两万 我呀也花不完 婶儿 没关系 下次咱俩一起去逛街 你要是看上什么 你直接告诉我 我送给你 真的吗月月 你真是我的好吃 媳妇呀 那是想谢谢你了 哎呀 谢什么呀 婶儿啊 你跟我太客气了 没事的 下次啊 你陪我逛街 你看上什么 直接告诉我 我送给你 那是应该的 那可说定了 我如果上街 喜欢让人杀 我真的给你要 放心吧 婶儿 随便要 这点东西啊 我还是能买得起的 哎呀 我这真心又真好 长得又漂亮 又贤惠 你看看 你怎么那么有福气呀 婶儿 你就别再夸我了 你们家来客人了 月月 你坐着 我就开门 那行 麻烦你了 婶儿 谁呀 来了来了 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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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我家呀 哎呀 我这人家闻了 你怎么回来了呀 哎 月月 月月 月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今天跟我说一声 就是提前给月月 拿来给哈月月 好久接你呀 我刚刚 正好在家附近 我就过来看一看 龙龙 刚才啊 我跟月月 我们两个 还聊到你的 你看 这说吵吵吵吵吵 怎么能好巧呀 月月 我最近啊 工作太忙了 所以说 偷偷回来 给你个惊喜 你忙 龙龙 你忙你怎么回来了 还穿成这事回来了 哎 是不是你公司倒闭了 现在你没有钱了 是 你这话说的 你说什么呢 什么你说什么呢 月月 你看着呢 在外面 肯定回门压局了 穿成这事回来了 也没有钱 哎呀 真没有出息 哎 龙龙 这听史这么一说 你 你怎么 才能这事回来了 该不会 公司真的破产了吧 月月 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龙龙 你说你现在都破产了 那咱们家的 这经济来源 肯定就断了呀 咱们这房子 还还着房贷呢 还有 我那刚提的车 都还有车贷 没还完呢 这以后 你都不能挣钱了 我怎么过呀 月月 我告诉你 他说他在外边 开着公司 肯定是天地的 什么叫公司 有个人 也叫公司呀 肯定在公司上干活呢 我看他 顶多上个包包包包 可是 他连包包包包都不是货 这 不会吧 婶 这之前龙龙每个月 都给我打着钱呢 如果他在外面 不是开公司 那那些钱哪来的呀 他每个月给你打着钱 肯定来路不明 啊 婶 听你这么一说 这怎么这么吓人啊 要是他在外面 真的犯了什么事了 那那岂不是 我也在跟着受连累吗 对啊 月月 这日子 真的没罚过了 我看你啊 赶快给他提威吗 婶 你说的对 龙龙 既然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我觉得 咱们两个也没必要 再过下去了 咱们离婚吧 月月 你怎么能听他瞎说的 婶 你是来干嘛的呀 你在瞎说什么呀 谁瞎说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当初 月月给你结婚的时候 我都不同意 现在 你们两个在一块 互贵了吗 是不是月月 那时候 我给你介绍我娘家侄儿 你还不同意 看我娘家侄儿 仗多好 现在还是个大老板 一个月能挣七八仙呢 是 我知道 当年啊 你非要把月月介绍给你侄儿 但是那时候 我可比你侄儿优秀啊 怎么 现在你还忌恨着我的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反正 我就是看不上你 怎么着 现在你又回来了 快混成这个样子 想让月月跟着你受罪呀 月月 我问你 假如我现在没有钱了 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龙龙 你也不用在这里跟我说假如了 你就现在直接告诉我 你没钱不就得了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没钱了 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龙龙 你自己都说了 你现在没钱了 那我还跟着你干什么呀 我当初看上你啊 就是觉得你有能力 能挣钱 我才跟着你呢 你现在都没钱了 你还想让我跟着你吃苦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呀 就是图钱的女人 月月 你说的太对了 想起来的时候呀 没有一个女人 说男人有钱 就给他过 没有钱 还给他过 这都骗傻子呢 对 是 你呀 还坐在那儿干什么呀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月月已经不爱你了 还让别人了 行 月月 你呀 真让我失望透顶 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啊 你是这种人 你要跟我离婚是吧 你可别后悔啊 我还后悔 我爸爸的现在 赶紧跟你离婚 赶紧跟你撇清关系 你呀 也别耽误我找下一个 我看 后悔的是你吧 我月月给你立了婚啊 你连个新婚也带逃不上了 那行 咱们一会去民政局啊 把婚赢给离了 行 等一下就去 哎呀 谁啊 月月 今天你们家经过那么多人来呀 我就开门啊 行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找谁呀 我找一下我们董事长 董事长 哎呀这里没用的董事长 你找这道门的 你俩人走吧 哎哎 你让他进来吧 他老师来找我的 莎莎 我不是跟你说 在车里面等着我吗 董事长 是这样的 这张总找你啊 有急事 打你的电话 打不通 就打到我这里来了 我怕当务事 所以啊 我就找到这里来了 啊 我的手机啊 没电了 行 天呐 咱们一下再回公司 不是 那个 容容 刚才他说的什么张总呀 什么董事长啊 你到底是谁啊 姑娘 你是不是人做人啊 阿姨 我怎么会认错人呢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起啊 这就是我们酒店公司的董事长 啊 姑娘 你说的就是那个刚上市的酒店集团吗 对啊 就是那个酒店集团 行啦 姨姨 咱们两个都到此为止了 我先走了 不要 那个 容诺 我刚才 我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那个我都是听了舍的话 我听他要说的 咱俩 咱俩不离婚了 容诺 行了吧 听谁说的呀 谁说你都相信吗 没想到 咱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了 这好吃好喝的供着你 每个月比你打这么多钱 就因为我这次回家 穿的比较破 你要给我闹了以后又侮辱我 行啊 我可算看透你了我 容诺 你替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别给我解释 哎呀容诺 你休想火 别生气 你看看你是董事长啊 回来的妈还装装这个样子啊 你可不要被越远立威 你看你们阳诺 多有自信效呀 你就别假惺惺了 刚才我们两个那样 是因为谁不知道吗 啊 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行啊 神儿 行了 也不想跟你们多说了 别忘了啊 明天咱们两个离婚 走 哎呀 容诺 你这走啊 容诺 你这两个别拉我 我嫌你们两个手脏 走 容诺 哎呀 你看看真是闹的 没想到她是董事长 是啊 这一切还不都怪你吗 要不是刚才你说 你认为她什么 在外面干了什么事 我能那样说跟她离婚吗 哎我说月月 你怎么那么没了那样 我说话都向着你 现在她走了 你怪进我来了 我告诉你 以后别再给我玩了 我不给你玩了 别让我了啊 我说话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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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